1月13日 2月13日 无从判断是哪一家券商不过 有网友猜测称该行为准则的出台 过于此前有一丝券商从业人员 在社交平台晒高收入事件有关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有网友猜测这份行为准则 可能来自中泰证券或中金公司 1月13日 红星资本局先后致电中泰证券 中金公司的相关部门 但工作人员均表示 这份行为准则不是他们公司的